听完现场来宾的分享后 其实真的能感受到 他们父女之间很深厚的感情 然而女儿终究得长大出嫁 若女儿和男生走太近的话 爸爸们又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那有没有女儿跟男生走得很近 爸爸很吃味的 对 我是有一次 路遥有吧 有一次老师打电话给家长 那个是第一次吧 也只有那一次吧 对啊 就国中那个 只有那一次 然后老师就是有发现 我跟班上的同学好像走得蛮近的 就打电话给家长说 好像要注意路遥最近的交友状况 跟我们班上 还形容那男生长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形容他多乖 或者是功课怎么样 什么都讲就对了 就让爸爸妈妈认识 然后爸爸就好奇了 想说到底是何方神圣 是谁跟我女儿走这么近 后来我知道这个消息 他们当天要来接我下课 我不敢走出校门 因为我朋友会想要跟我一起走出去 我说没关系你先回家好了 我班上那个打扫 没有打扫很干净 我帮忙打扫 所以我就在班上一直到 全部的人都走光了 学校的人都已经走光了 要关门的时候我才出去 那时候就觉得 爸爸妈妈就在门口等你 对啊 就等我 然后等到我上车之后说 奇怪为什么你今天这么晚啊 我说没有 因为老师说班上要打扫 然后大家都有事情 我留下来帮忙打扫干净才回家 所以那个时候 爸爸有提什么吗 对不起 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说 他们那一天是真的想要来看 那个男同学是谁 因为放学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一起坐公车 可是坐公车之前会去吃个小东西 小约会一下 就是对 吃个小饭啊 喝个饮料啊 买个鸡排啊之类的 那那一天我就跟我同学说 你先回去 你先回去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算是 偷偷交男朋友 其实不是 那个没有 那只是就是 暧昧 小时候也不懂啊 也不懂什么是暧昧 没有 其实那个时候 我爱了 不小了 我懂了啦 就是 那个时候都是同学吧 他都会带到家里来 大家在那边玩啊 还有我们巷子那边啊 我觉得那个时候 所以说老师是这么讲啦 可是我在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说 大家都是同学啊 所以那次我就 特别跟他妈妈一起去啊 我就拿便当啊 然后送他回来 之后你有这个事情 你有针对这个事情 你有特别跟他提 有说话吗 也没有啊 也只是说 只是说 有时候交朋友要小心 可是你那时候知道 我有一个朋友可以就是陪伴我 你是还蛮开心的 对 但是你看到他的长相之后 就担心了 为什么 因为爸爸说太帅的不可靠 太帅的他会担心 帅帅的 所以后来呢 后来就大家都还是好朋友 就没有 那你等你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呢 他有很严格吗 不会耶 不会耶 他很开明 而且我的所有交友状况 都会给爸爸认识 一定会给他认识 你要知道你爸是黄西田 会不会很紧张 好像有耶 应该多少都会一点 OK 但是阿希呢 希哥呢 你觉得呢 他可以交男朋友吗 可以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公平 你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说是一个 宁愿吃亏不占便宜 好事 要做 要做不下去 我说跟这种人在一起 安全 对 所以 宁愿吃亏不占便宜 好事 愿意做坏事做不下去 就是一个好人的标准 对 OK 那这样他有带男朋友给你看过吗 因为他们老是几个在一起 所以也看不出来就对了 他也没有特别讲 我会带男性朋友回去给他们认识 可是 就是如果真的是我男朋友的话 就不带了 对 而且如果我真的有带回家 介绍给父母认识的话 都不是男朋友 没有 就如果真的有这一天 那表示 我觉得是要结婚的对象 我才会让他们认识了 所以目前还没有就对了 对 那Melody16岁 问你这问题会不会不方便 毛妹 毛妹 那时候 就是喜欢她 然后她 她好像 就是她也 所以我们之间会有 会讲电话 可是 也只有 就是那一次 就是一个 讲一个小时这样 然后她就 那个对方也会讲说 这是我第一次 我好紧张 第一次跟女生讲那么久的电话 这样 然后我就像姐姐那样 你不要担心 我们就是好朋友 这样 然后什么的 后来我就 就有跟妈妈讨论说 妈 你觉得这个男生怎么样 什么什么的 然后妈妈就会说 就给我女生方面的建议 然后我就会觉得 可是我想听男生那边 在想什么 然后所以我就会 可是刚开始我会害怕 不敢跟爸爸说 因为我想说 因为之前我只是涂个指甲 或者戴个耳环 他就很紧张 觉得我好像要交男朋友 这样 然后可是其实不是 就是爱漂亮这样 然后 所以反正之后 妈妈就跟我讲说 不会 爸爸其实很单纯 然后他会跟你讲很多 他的意见这样 然后所以之后我就问爸爸 爸爸就 爸爸就跟我讲说 其实你们现在都还是小孩 你们就不用担心太多 就当个朋友就好 这样 所以志伟哥就你的观察 这有给他建议吗 没有 他并没有 那个时候是国中的时代啊 那还太小 那根本是两小无猜 那么就 对不对 你牵都是我的手 最多这样子已经 已经 太过分了 不是 现在当然到高中阶段 可能放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到高中阶段 可能对异性 会产生一些好奇啦 可能会有些什么 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 会发生的 那我会拒绝或反对 因为本来就是 借这个机会 你多学习怎么样 与人交往 那特别是怎么样 能够跟异性相处 那可是最重要一点 就是要保护自己 因为女孩子 还是比较容易吃亏嘛 所以这是绝对 不可以发生性关系的 这样的事情 要被提供 这我知道 你知道吗 这个我知道 接问可以 不要 唉呀 你那么脏的 你没漱口 因为有画面 爸爸觉得受不了 不要 看来爸爸们 对于女儿谈恋爱的事情 都各自有着不同想法 然而 除了谈恋爱之外 女儿们内心 是否也藏有秘密 不敢跟爸爸坦白呢 曾经瞒过爸爸什么秘密 没有跟爸爸坦白过 趁这个好机会 好 曹璐瑶 我有 你不要紧张啦 我曾经有瞒过你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 我算也是就是初恋 然后 男朋友是在南部 所以我 那个时候没有高铁 什么都没有 那台北到南部 要很久的时间嘛 那我们就是 只有一天的假期 不可能就是坐车去 所以我当时就存了钱 然后 买了机票 就从 松山机场 飞过去高雄的机场 那 到了傍晚 吃个饭去一下 我再自己从 高雄的机场 飞回来的 台北 才能 这个真的我不知道 然后 那是什么时候啊 大概 十五六岁 很小 蛮独立的 十五六岁会 要买机票 然后那时候 当天我想说 好了就是完美 完美 没有被发现 准备要睡的时候 妈妈居然来我的房间 翻我的东西 然后就拿出了机票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妈妈没有跟我讲 对啊 因为这件事情 就被妈妈念了一顿之后 以后都不敢再翻了 是真的还蛮大胆的啦 这个 这个就 如果我知道也不行 对啊 真的 会紧张 对 宇佳呢 七星月 连相处的机会 都不多了 所以 基本上 我们之间没有秘密耶 我想了好久 真的没有耶 因为什么都是秘密 因为都不知道 是啊 也是有道理 嗯 中肯 那妈妹呢 就是 因为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还在青春期 然后就是我会害羞 就是有一次跟妈妈吵架 那时候 会觉得我有自己的意见 可是为什么你不听我的 那妈妈就会跟我讲说 我是为你好什么的 然后 有一次我就是 就是很生气 然后跑去跟爸爸 告状 就是那时候有 就有三楼 妈妈在一楼 然后我就跑去三楼 跟爸爸告状 然后我就讲说 为什么妈妈都不懂我在想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想跟他讲什么话 他都 觉得我没有对他好 没有很贴心什么的 然后我就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就觉得 我好委屈 然后爸爸就跟我讲说 其实不是 我们大人只是要一个回应而已 只是想要给 只是想要看到小孩子 给我们一个回应 对 然后 可是那时候我也会觉得说 你们为什么要觉得我是冷淡 其实我很想要 表现出 我要撒娇 我很 我很像小女孩这样 就是永远是你们女儿 那可是 因为那时候会害羞 所以 就是会比较冷淡 或是故意讲话酷酷的这样 嗯 这个我跟许长德学了一个 我觉得很受用 可以分享一下 我说青春期的小孩 为什么态度那样子啊 你们有什么态度啊 ok 然后许长德学说 就你们这种态度 我们青春期的小孩 才不要理你们 所以他讲了一个 就是你只要叫他 他不回应 你就走开 三次之后你再叫他 他一定会回应 嗯 好不好 你是青春期的小孩 ok 你坐啊 欸 纳豆 纳豆 我跟你讲一下 等一下 好 你就走 你就走了 ok 你可能第二天或者什么时候 你可能说 欸 我跟你讲 欸 等一下 ok 我就走了 你就不要再多说了 可是通常我们家长是怎样 要等多久 我在哪里讲 你们在听啊 再等一下嘛 有什么态度 再等一下就好了 快好了 这个就 就冲突了 所以你就是 我跟你講坦白讲 我们就 好 我就走了 你说什么 我就走了 三次之后 我再跟你 你会 你自己会 一般 我想正常的青少年 你自己玩累了 那你到底找什么事 你刚刚要找我什么事情 你得等 因为他的速度 跟你速度不一样 可是现在的小朋友 你知道迷手机啊 什么东西 一进去以后 结果就出不来了 然后发Line 大人不是这样吗 我们也 对啦 不 我们还是会为了什么事情啊 怎么样 对不对 小朋友可能那个反应 你就会觉得 这有那么重要吗 就是那手机这件事情 会比你其他事情 比家人的关系更重要吗 真爱必定等待 等不了这爱就磨损了 你等他嘛 你看到这个年纪大了 不是都回来了吗 所以你们后面那一排 也不要难过 对不对 既然在现场 大家都敞开心怀 分享内心的秘密 但是 真相真的是如此吗 没错 制作单位 收到了秘密献包 现场三位女儿当中 有一位隐藏了惊人的秘密 而在主持人的逼问下 他会自首吗 刚刚 我们有接到秘报 对 因为我们刚刚给他们 最后机会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 隐藏爸爸的事情说出来 但是 你们好像没有真的说得够坦白 因为我们有收到秘报 有一个秘密 天大的秘密 你们要不要自己自首 要不然我们就有可能要把它说出来 我跟妳講 破坏人家父女的感情 我是做不到秘密 不是 不是 我觉得这个好机会 这是一个好机会 你想一下 因为很多 因为像他们平常跟爸爸 其实很多话真的说不出来 所以 我觉得在节目上 有机会大家可以聊 其实也挺好 是谁已经怀孕了 是我 你自己承认了 什么事情 唉呦 是我啦 是我啦 因为 因为 刚刚 我好紧张 蔡克 蔡克不要紧张 他没有 没有怀孕 不是 不是怀孕 就是 其实 其实我最近有一个 约会的对象 然后才 然后他刚刚有来 就是拿东西给我 就刚好有被制作单位的人看到 就说 就是稍微大家聊了一下天 然后就想说 看能不能请他 就刚好在这个时候 介绍给你认识 当然可以啊 西天哥 他要来我们这边现场 对 你现在表情有点硬 我们确定要不要让他出来 没事 我们都在这边了 那我们就邀请你的男朋友出来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也可以说不要看吗 对 你不要 我们这件事情就算了 我们会拉住他的 既然他敢讲就是 我就喜欢他 我就敢 可是你现在 你表情这么主 他还没有看他就已经 我就喜欢他 你喜欢他干嘛 那 对啊 因为 他两个礼拜 那可以大家来参考看看 参考 参考什么 大家来 来参考看这一位 参考看看 大家是聊天一下 对啊 既然要这样 他叫 我们大家参考看看 对啊 两个星期还没问 没问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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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星期就分手啊 你是在参考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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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